大家好,我是黃紅森 首先我非常的感動,因為殺青人對我來說很如釋重負 因為這個角色非常的沈重 然後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努力 殺青人那天其實在刮鬍子的前一刻 我想了好久好久,至少有一個小時 然後我終於就是把鬍子剃掉 那我決定跟這個角色說再見 因為這個角色實在太沈重 然後在我心裡面實在太不舒服 但是我相信小偉這部戲絕對是非常好看的 因為所有人都付出真心 然後他拍得非常好 希望大家期待 謝謝大家,謝謝 我跟小鬼在最後一場是同一天殺青人 他有鬍子可以刮 但是我是沒有頭髮可以刮 所以已經就不多了 但是那天我居然也非常的難過 因為我覺得 拍電影這麼大的一個陣仗 大家用那麼多的心力 在這短短的 將近快兩個月的時間裡面一起相處 所以在殺青那天我回到家的路上是非常難過 就覺得很割捨不了這個劇情的所有的人 真的非常的開心 因為一路走來 其實大家都非常難過 我還好啦 我覺得我在裡面 我是最輕鬆的一個 那其他幾位男生真的是比較幸福 所以看他們 每天這樣打打殺殺 其實我是非常心疼 非常榮幸 有機會參與一部 簡單來講 拍這部電影 拍腳頭 一個字 就是爽 真的很爽 因為他們 可以感覺到 每一個團 團隊的每一個人 對細節 對每一個細節的認真 跟要求 然後呢 包括我們中間很多打戲 稱讚的 他們跟我講說 沒關係就來真的 要打戲打真的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 大家很多的演員身上 其實都有掛場 演這部戲之前 我覺得 其實動作戲好像沒這麼難 然後沒這麼容易受傷 反正有軟電嘛 然後有 有很多防護措施 但其實 我每次拍完之後 鳳姐你是很爽 我是很不爽 因為我每次洗澡的時候 就是 身上都會突然多哪個傷 哪個傷 所以 我覺得 算是蠻特別的體驗 但是 其實過了之後 只要是為了電影好 我覺得 不管受什麼傷 不要大傷就好 對 基本上這個戲 因為都是男生 他的 NO NO這樣 所以我們女生呢 基本上大概就是 只要用眼神 用一些 比較溫柔的方向去演就好 所以 相對的真的是輕鬆很多 那天真的看到 立東的背勢有點 我本來以為是 做得上 然後做得還不錯啊 就還蠻大片的 就想不到真的是傷 所以 所以 後來雖然他做了一些 對不起我的事 但是 我還是原諒他 因為我覺得 他真的應該 需要報仇一下 哈哈 這是 南哥為我留下的一個印記 然後就是提醒我們大家 拍了我們當中 然後也希望 那個角頭電影 然後明天商年的時候 可以像我的印記一樣 紅的發紙好不好 兩邊都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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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去醫院的時候 有一去醫院的時候 我已經拿到驗商單了 我準備要告那個南哥 哈哈哈哈 你完蛋了 明天投票之後 你要告南哥 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